大家好,正式节目开始之前,先插播一条硬广,我们准备在11月15号到18号,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,组织大家到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安阳进行游学,安阳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,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,大家可能都知道,甲骨文的出土地,殷须所在,这个就是使他名闻天下。 另外呢,比如说像他还是岳飞的故里,汤阴是这个岳王庙的祖庙嘛,汤阴故里,另外呢,还是袁世凯,最后的安藏之所,所以安阳的历史古迹众多,除了汤阴岳庙,园林,殷墟之外,比如说呢,他还有这个著名的天宁寺,府城皇庙,安阳市博物馆,等等等等,所以这些地方呢,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,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,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。 期待呢,在安阳和大家相聚。 好,咱们言归正传。 之前啊,咱们聊过日本天皇的玉真影,以及呢,围绕着这张照片日本的造神运动。 倘若这照片有什么闪失,当事人被逼得切斧,那绝不是说说而已。 在当时呢,日本军队里跟天皇照片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物件,就是他们的连队旗,也是当时日本各部队的军旗。 按照当时日本军队的规矩,连队旗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在敌人手里。 而在战争中,日本军队忠实的履行这个规矩,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,不论英美军队还是国军,都没能缴获日军的哪怕一面连队旗。 那么这连队旗对于日本军队意味着什么?为什么日本军队绝不能容忍对方缴获自己的连队旗? 今儿呢,咱就聊聊这些故事。 讲连队旗之前啊,有必要先讲讲日军连队的编制。 这个编制呢,相当于英美军队的团,大概人数在3000人左右。 明治维新之后,日军在1874年实行军制改革,开展征兵制度,作为补充兵员的基本单位。 一个连队的兵员呢,往往征召自同一地区,然后呢,由这些连队组成师团。 在这样的军制之下,连队会有非常浓厚的地域荣誉感。 与此同时呢,日本也在进行着军队的皇国化洗脑,一个连队的成立标志,就是从天皇这儿接过连队旗。 授旗仪式上,连队长还要和天皇进行一次固定格式的对话。 天皇交出连队旗子会说,如等军人需同心协力,养我帝国国义。 此时盛装出席的连队长要答话,陈等必竭尽全力,誓死效忠,保卫国家。 然后呢,这旗子就交到了连队长的手上。 日军的这个连队旗的主体是散发出十六道光芒的蓄日旗,右下角呢,有白布,上书连队的番号。 旗子周围呢,是紫色金线碎的流苏,旗杆呢,是黑色的,顶上有一个带黄铜镀金的菊花文章。 这是日本皇室的标志,因此呢,这面连队旗被看作是天皇的分身,举着连队旗的意思呢,就是如震亲临。 既然连队旗成了天皇的分身,所以这面旗子对于日军连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 连队有专门的护旗班和擒旗手,都是精心挑选的青年卫官担任,以确保连队旗不受任何伤害。 不管平时战时,日本军人见到连队旗,必须敬礼,作战时连队旗也必须跟着部队出征,如果万不得已,部队即将覆灭,必须把连队旗焚毁,并且要把代表皇室的菊花图案深埋。 也就是说,除非全军覆没,一支连队在任何时刻都不可能被夺去连队旗,否则就是奇耻大辱。 1877年,明治政府军和西乡龙胜叛军之间的西南战争爆发,政府军的步兵十四连队在战场上遭遇突袭,护卫连队旗的士兵被杀,连队旗被夺走。 虽然之后政府军夺回了这面旗子,但十四连队视此为莫大耻辱,连队指挥官不是别人,就是日后在日俄战争死�203高地的奶目西点。 后来明治天皇去世葬礼的那一天,奶目西点跟媳妇一起自杀殉主,关于他这么做动机有各种说法,有一种主流的意见就是认为呢,他这么做就为了弥补当年丢失金旗的愧疚,干脆一死谢罪。 这个说法呢也没问题,自此之后直到二战结束,日本每一个连队都把军旗看作命根子,再也没发生过一起军旗被夺走的事。 凡日说到日本军旗,奶目西点这个十四连队军旗怎么丢的,肯定要被拿出来批判一番。 既然如此呢,说奶目为死而死也说得过去,此后日本在一次一次的对外战争当中一直是赢赢赢,他们也诞生了一批酒精沙场的老牌禁旅。 他们的军旗在一次一次的战争当中呢,备受蹂躏,往往破碎到就剩外边那圈流苏了。 但是日军部队往往不会修补军旗,在他们眼里军旗越破烂,就说明他经历的战争越多,这就是整个连队的骄傲和光荣。 所以只要还能挂就继续使用,比如日本陆军第九师团第三十五连队,在抗战爆发之后经常一马当先,而他们连队旗呢,往往会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展开在前线。 这就是所谓的军旗开路,在旧日本陆军官兵的眼里如此举动,等于天皇陛下的分身以身犯险,往往会激发出他们更高的斗志。 几次军旗开路之后,第三十五连队的连队旗破烂的挂都挂不起来了,于是呢,一九四零年的四月,这面连队旗被送到日本东京修礼,这修礼也不是说换一面新的旗子,而只是做最低限度的修补,让它能够破破烂烂的状态呢,只要还能挂在旗杆上就行。 当然了,军旗开路如果说是献给日本士兵打鸡血,那么一旦要全军覆没,军旗也必须销毁,绝不能让十四连队的故事再次重演。 1939年诺本坎战役,关东军被苏联军队打得是满地爪牙,当时他们最担心的不是其他的,而是第六十四连队的队旗有没有烧毁,为此呢,甚至准备再调集几个师团过来跟苏联人拼命。 后来呢,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这个连队在被歼灭之前已经烧掉了旗子,这才松了口气。 到了1942年之后,日军开始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陷入不利的局面,全体部队遇碎的事情时有发生,这也就开始大规模焚烧连队旗的开始。 首当其中的就是瓜达尔卡尼尔岛登陆的伊牧之队,总共2800多人以步兵第28连队为骨干,本来呢,他们以为美军只有6000人,而皇军仪当时2800打6000怎么着都是手拿板钻子碾压局。 万没成想,美军超过了一万多人,大量装备了机关枪,火力密度远超日军想象,最后经过激战,伊牧之队全军覆没,队长伊牧轻植大佐,在自杀前做的最后一件事,就是把军旗尸, 烧毁,一面落入美国人之手。如果说呢,这次皇军是大意的没有闪,那么到1943年以后,日军就不得不面对太平洋上首岛军队全员玉碎的事实,从阿图岛到塔拉马,再到塞班岛和佩里流,玉碎的皇军越来越多,而烧掉连队旗就成了他们保存尊严最后的方式。 44年在中国战场上一贯横着走的日本军队,也终于有全员玉碎焚烧军旗的了,首先是驻扎在云南松山的步兵113连队,整个松山战役,日军依托地形碉堡,愣是死守了三个月,最终国军在日军阵地中央挖地道爆破,才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 到了9月初,日军残存兵力只有几十人被压缩到最后的阵地上,连队长金光惠次郎邵佐,在玉碎前焚烧了军旗,一周之后,驻守腾冲的日军148连队也迎来了最后时刻,代理指挥官太田正人,向大本营发出的诀别电报当中,特别提到了销毁军旗的事宜,所谓官兵含泪,奉烧军旗,军院血战到底,绝无怨言。 事实上,这个电报发出的时候,整个腾冲守备队也就剩七十个人了,最终这七十个人除了三名重伤员全部战死。 1945年8月15号,日本投降,这个时候盟军还没有登陆日本,而军部在投降之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,就是各连队焚烧连队旗,战后日本总共焚烧了444面连队旗,理论上应该没有一面留下来的,但是陆军步兵第321连队的旗子还是留了下来。 关于这面旗子幸存的原因,有各种各样的说法,有人说连队长杨凤英伟只是把旗杆埋了起来,旗子留下来了,是在战后当然是弥足珍贵。 只不过这连队旗代表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皇国洗脑,已经随着二战的结束永远成为了历史,所以就算这面旗子还能留下来供在靖国神社里,但是只能是供人围观的文物罢了。 好了,关于日本陆军连队旗的故事,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,谢谢大家。